他要挑战两天内 用肚子孵化鸭蛋 没想到比生孩子还繁琐 但看到小鸭子的那一刻 感觉一切都值了 废话少说 挑战开始 孵化鸭蛋需要37度 他测了下体温 37.5度 非常适合 再加上自己经常出汗 温度和湿度都比较适宜 接着就要做个孵蛋器 用来把鸭蛋固定在肚皮上 他找来一堆工具 忙活了半天 终于做好了便携式孵化器 现在就缺鸭蛋了 只能去找鸭子借一颗 这颗呢看得还不错 就它了 把蛋塞进孵化器 贴到肚皮上 孵化呢就开始了 孵蛋过程呢要持续不断 所以呢睡觉也要带着孵化器 时不时就要先开衣服检查一下 还要把鸭蛋翻个面 防止紧靠肚子的那一面烤熟 即使去超市 也要带着孵化器 每过一小时就要翻一下 只有洗澡的时候 才会临时放下10分钟 就这样过了两天 他被打脸了 掏出鸭蛋放在灯光下照射 里面呢看不出有任何变化 没有任何生命迹象 他开始怀疑 这颗蛋是不是已经坏了 查阅资料后才知道 鸭蛋呢通常需要28天才能孵化 那现在只能继续孵化 就这样来到了第三天 再次放在灯光下照射 发现里面竟然出现了一个小黑斑 看起来胚胎已经开始发育了 他欣喜若狂 马上呢就要当爸爸了 想想呢还有点小激动 来到了第七天 可以明显的看到 小鸭子已经开始动了 终于来到了第28天 也就到了预产期 鸭蛋里面已经空了一部分 但小鸭子还是迟迟没有破壳 他有点着急了 紧急着来到第29天 睡着觉就感觉肚子有东西在动 掀开一看 鸭蛋已经破了一个小洞 还听到了小鸭子的叫声 现在呢他无心睡眠 时刻关注小鸭子的动态 又过了几个小时 蛋壳破得越来越大 小鸭子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出来了 他对着小鸭子吹气 终于 虽然呢和自己长得一点都不像 但他还是很开心 接着呢就要开始给他准备食物了 苍蝇富含蛋白质 这就是最佳食物 小心翼翼掏出小鸭子 但他好像并不知道如何进食 把苍蝇放在水里 小鸭子试探了几下 也没有成功吃到嘴里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终于学会了吃饭 还越来越熟练 很快呢就把盘子里的苍蝇都吃掉了 吃完饭的小鸭子精力充沛 虽然还站不稳 却想着到处溜达 但老父亲又愁坏了 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